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634集 大家都是玄门众人 他们自然知道张凡说的话是对的 所以众人不禁把目光 投向了躺在病床上面的男人身上 就在这时 那中年男子口中发出了一声琴壳 随即那男人便缓缓地睁开了 他有些干色的眼睛 但见他眉头微微一皱 显然睁眼的过程令他十分的痛苦 爸 你醒了 小明一步跨在中年男子的身边 满脸都是兴奋 小明没有母亲 从小跟着父亲长大 他对于父亲是格外的亲切的 小明啊 我 我这怎么了 爸 您被邪罪上了身 是欧阳先生救的您 闻言 中年男子把目光投向了欧阳老头 感激地说道 多谢欧阳先生 说着那中年男子便要坐起身来 对欧阳老头表达谢意 但是他却发现他的身子有些僵硬 一时间根本坐不起来 不用起来了 你躺着吧 没事的 见字轻行 欧阳老头急忙说道 哦 多谢欧阳先生理解 此时张凡也走了过来 你是被阴灵上了身 所以才会昏迷不醒的 在你记忆结束前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 哦 有 什么事 三天前的下午 我吃过晚饭 坐在门口的大树底下乘凉 可是却忽然看到了一名灰袍老道 这老道年纪比您还要大呢 中年男子说着 看了一眼欧阳 看那副样子 得有个八十岁了 我这只是估计 看到我以后 先是在我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问我 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欧阳的人 我说有 然后就把您家的位置告诉他了 我刚刚说完 他那好像空母一样的大手 就朝着我的印堂位置压了过来 那速度很快 仅仅就是一瞬间 所以我根本就躲不开 他那个大手向我压来的时候 我还看见了他那只和欧阳先生一样 是买了西柔的眼睛 闪烁出了一抹鸿芒来 听到这里 张凡和欧阳老头 眉头同时皱了起来 互相对视一眼 堪于眼吗 然后啊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中年男子说完 欧阳继续问道 他除了问你我家在哪儿 还有没有说过别的呀 那中年男子又仔细思考了一番 微微摇了头 除了这个就什么都没说了 你确定吗 确定 这一次 中年男子的回答 就显得非常的肯定了 啊 那你先养伤吧 我们先走了 张凡看了看中年男子 他已经把他所知的都说了出来 再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欧阳先生 我这 我这不方便招待你们 见中人要走 中年男子满脸都是不好意思 这样吧 欧阳先生 等我的病好了 我一定去您家里去拜访您 哦 你好好养伤 没事的 我们走了 欧阳老头 按了按中年男子的手臂 便和张凡众人一起离开了 小明十分的乖巧 把几人送到门口 张凡捏捏小明的鼻子 叮嘱了他一句 让他好好照顾父亲 便上了车子 随后 车子便朝市里面的方向逝去了 哎呀 小凡啊 还真让你说中了 使得小明父亲 引领上身的人 并非是针对他 而是针对我呀 你说 他这是在向我挑衅吗 这倒不一定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这么做的目的 不过他既然是为你而来 必定还会出现的 你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也千万要小心 毕竟啊 有不少人对于你的宝贝 可是有觊觎之心的 张凡说着 直指欧阳的右眼 闻言 欧阳老头重重点头 他的确是需要小心 那人故意在小明父亲的面前 展露出了 类似于看欲眼的状况 那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 他的眼睛而来的 由于众人都喜欢吃辣 他约二十分钟的时间 众人便到了一家 川菜馆的门口 这家川菜馆 是平山市里最好的一家了 说是要好好的 载欧阳老头一顿 但是欧阳家底应是 这么点钱对于他来说 估计也不算什么 而且后半夜还有正事 所以众人只能是 简单的喝一点 并不能喝多了 这倒是又为欧阳老头 省了一大笔钱 毕竟这钱 主要就是花在酒水上 众人进门后 便见一名穿戴整齐的 扎着马尾便的服务员 迎了上来 热情地说道 欢迎光临 给我们找一个包间 先生您真是幸运 就剩下一间包房了 您最近一定有喜事发生 马尾便服务员的嘴巴很甜 俗话说 人风喜事精神爽 听得服务员这么一说 欧阳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还真是被你说中了 这周日啊 我就要结婚了 听到欧阳这话 马尾便服务员先是一正 而后急忙笑道 恭喜先生 恭喜先生 多谢多谢 行了 带我们去吧 好 几位先生 这边请 服务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但是 他话音刚落 并又听到背后 传出了一个清脆的女声 小欢 你等等 听到这个声音 马尾便服务员的身体一顿 转头 把目光投向了声援的方向 远处跑来一个 留着纱轩短发的女服务员 她跑到小欢的身旁 下意识 打亮了眼张凡众人 而后 在小欢的耳边说道 小欢 我那儿来了一帮公子哥 他们想要个包房 你也知道 这包房就剩意间了 要不 你带的这些人 在大厅算了 说吧 那纱轩短发的女服务员 鼻液地看了张凡他们一眼 继续说 看他们 也不像是有条件的人 这些土包子 在哪儿吃都一样 那几个公子哥每个月在咱这儿消费不少钱啊 可不能把这些公子哥给得罪了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